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韩国人才流失现象明显。 据韩国媒体去年9月报道,据业内人士透露,一些韩国工程师已经在中国主要的面板公司工作,他们的占比可能超过20%。 此外,韩国国家情报院和产业通商资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,2016年1月到2021年6月间,有17起窃取技术的尝试,其中5起涉及对国家和经济安全极为重要的核心显示技术。 据韩国媒体The iLag报道,三星电子晶片代工业务的设计合作伙伴,在2022年的营业利润减半。 三星Foundry的设计解决方案合作伙伴,AD Technology,Jayon Chips和CoAsia的收入和营业利润率,受到全球经济低迷的严重影响。 其中,三星电子最大的设计合作公司AD Technology的销售额为1642亿韩元,营业利润为44亿韩元。 营业利润比去年下降了61%,同期收入减少了一半。 虽然Jayon Chips收入增加,但其盈利能力下降。 2022年,公司实现收入433亿韩元,同比增长34.3%,但同期营业利润为39亿韩元,减少了371亿韩元。 不过,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,三星电子晶片代工的最大合作伙伴,韩国晶片设计公司AD Technology,仍计划几年底前招募约100名晶片设计师。 含其普遍释放招聘计划,如果这些计划全部落实,韩国IC设计大厂年底前拥有的晶片设计人才将从目前的1500人增加至2000人。 为满足客户或晶圆代工厂商不断增加的需求,Jayon Chips, Coasia和Semi-5等其他韩国晶片设计商也分别计划招募至少50名设计人才。 一家韩国系统单晶片SoC设计商ASIC Land则将招募100位设计师。 Jayon Chips执行长表示,随着先进晶片的开发过程复杂且费时费力, 晶片设计商的居中协调已变得空前重要。 韩国业界主管表示,一项开发新的5奈米晶片的计划,通常需要约100名设计工程师。 但Jayon Chips表示,该公司的成本在上升,并且在招聘工程师方面花费更多,从而导致利润下降。 另外,Coasia在同行中盈利表现最差。 其2022年的销售额为4636亿韩元,比去年同期增长21.8%, 但营业损失额为224亿韩元,比去年增加了90亿韩元左右。 然而,这一亏损不仅是由晶片业务造成,还包括其镜头模组和LED业务。 报道指出,三星Foundry合作伙伴的糟糕业绩与其竞争对手台积电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台积电最大的设计公司合作伙伴GUC和L Chips,去年的销售额分别为9260亿韩元和5810亿韩元。 两家公司的营业利润率都维持在10%。 一位知情人士称,台积电在晶圆代工领域的营收远高于三星,同时这家台湾晶片制造商还与6家关键设计公司合作,但三星Foundry拥有的设计公司合作伙伴更多。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处,台积电通过建立名为开放创新平台OIP的生态系,加强与晶片设计公司的关系。 在OIP设计基础设施内,该公司还启动价值链联盟VCA计划,以服务更广泛的客户。 三星电子也在2018年设立名为三星先进晶圆代工生态系SAFE的基础设施,促进与设计公司的伙伴关系。 三星董事长李在荣为了解决晶片方面的短板,近日在参观工厂时说明了晶片制造业务的中长期战略,包括下一代半导体封装技术及其研发。 据韩国经济日报报道,三星可能会加快对包括晶片封装在内的前沿技术的投资。 李在荣近日表示,三星应该坚持其投资和人才培养计划。 市场观察人士表示,三星将在晶片封装领域进行积极投资。 它在去年底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先进封装业务的团队,以加快该技术的发展。 台积电在晶片封装技术上缘胜过三星。 去年7月,台积电在日本助播,还建立了一个用于先进封装的机体电路研发中心。 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系服务副总经理表示,如今单一晶片约含数百亿个电晶体,凭借先进封装技术和三维机体电路技术,台积电能够将数千亿个电晶体进行封装,提供新的运算能力。 在此背景之下,三星的昔日重磅客户高通,今年已经彻底转向使用台积电的4nm工艺,生产其骁龙8 Gen2 SoC,该晶片应用于新的三星Galaxy S23旗舰手机系列。 此外,高通已计划在2023第四季度出,推出骁龙8 Gen3作为旗下一代旗舰SoC,即将推出的新SoC将使用台积电的先进工艺制造。 据消息人士透露称,新一代的骁龙8 Gen3行动平台,预计将在10月份发表,这款新晶片将继续由台积电代工,仍然无缘三星3nm工艺。 即便高通选择了台积电代工,也没有选择最顶级的N3e工艺,而是选择更为成熟的N4p工艺。 据悉,台积电N4p工艺相比最初的N5工艺可提升11%的效能,或者提升22%的能效,6%的电晶体密度,对比N4可将效能提升6.6%。 与N3e工艺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,但对于高通方面来说,N4p工艺明显是更为靠谱的选择,其相比第二代骁龙8行动平台有工艺上的提升,而且产能上更有保障。 与此同时,N4p工艺和此前N4工艺一样,提供了更多的PPA功率效能面积优势,但保持了相同的设计规则、设计基础设施、SPICE类比程式和IP。 而且在N4p工艺上,台积电通过减少演磨数量,以降低工艺的复杂性,缩短了周期,能加快晶圆生产速度。 至于高通为何不直接上马台积电3奈米,有业内人士分析,相较3奈米,以5奈米制程为基础改良的N4p技术相对更为成熟、稳定,比起3奈米工艺的成本要低很多,而且可控程度高。 对于要大量出货的骁龙8Gen3来说,无疑是风险相对较低的选择。 如果选择3奈米工艺的话,要面临成本更高的困境,同时3奈米工艺的产能也是问题,不如选择稳妥的N4p工艺,确保足够的供货。 当然,4奈米肯定也是个过渡性的选择,3奈米工艺才是未来的主流选择,苹果A17晶片就会采用3奈米技术制造。 据日经亚洲此前报道,苹果将成为今年第一家使用台积电最新工艺晶片的公司,该晶片将部分用于iPhone和Mac中。 消息人士指出,联发科计划在2024年开始使用台积电的300米制造工艺,预计最早将于12月推出采用N3e工艺制造的解决方案。 值得注意的是,OPPO已经订购了台积电的4奈米工艺晶片,也计划向代工厂订购3奈米晶片。 但总体来看,4奈米属于过渡性制程工艺,3奈米才是5奈米后的主流重要节点。 苹果今年下半年要发表的A17晶片、M3晶片等都极有可能会使用台积电3奈米工艺,继续获得效能与能效的双重领先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